每天这样高雄 彰化跑 当时年轻气盛 体力也足 所以刚开始 当然不是问题 后来因为也有客业的压力 再加上周初劳顿 就觉得慢慢就觉得疲惫 那当然也不知我有这个问题 那我们的一些同学 事实上也有同样的感觉 因此我们住在高雄的 几位同学 他就想 那我们来用共乘的方式 一天就一位开车 其他人就可以休息 这样轮流 这样轮流共乘的日子 大概维持了两个月 后来有一天 因为弟弟已经在彰化教书了 是正式的老师 他就跟我说 哥 我们学校有趣的代课老师 你有没有兴趣 来代课 我想想 反正都是在彰化 那如果我直接在彰化代课 一方面有收入 然后也不用这样周初劳顿 是个好办法 所以 我就直接到彰化的学校去代课 然后也跟弟弟一起住 他当时在彰化租了一间房子 那里面 应该说他隔壁 有一个阿祖 住在那边 阿祖已经九十几岁了 然后天天 他就会出来 跟我们打个招呼 露个脸 我就觉得蛮疑惑 问弟弟 你跟他很熟吗 他说 我知道 不可以每天都会出来 给我们看一看 他应该是要跟我们说 他还换了 他还换了 这个 蛮好玩的 老人家 就希望人家能够关注 那我们没有主动 他就主动 来跟我们打招呼 这样子 那当时 当时就这样子 我带了大概 不到一年 不到一年的课 在彰化的学校 那后来 也顺利地毕业 顺利地拿到 这个教育学分 那接下来 就开始 考学校 那考学校 如果考上了 就是正式老师了 我们当初 制度就是这样走的 那 考学校啊 我们 大家会同学 大概有几个地方 可以报考 因为各些事 事实上 会有缺老师 那那个时候啊 我记得 我选择了 报考高雄 南投 台北县 还有桃源 这几个地方 那当然 考试日期 几乎啦 几乎都是同一天的 那所以 你报名了 这些地方 事实上 到最后 你只能 选择一个地方 去考试 然后后来 经过了推敲 事实上 里面很有学问的 这个很有意思啊 这个可能还要再开一集 来说一说了 反正呢 后来我就选择了 南投 因为我的功 成绩不错 所以 在教育全分班的时候 成绩不错 所以啊 同学们会 向我打听 问一下 我要去哪里报考 好 避避我 大家就不用 这个 王静皇 要死杀 尽量就 避开 那个时候 最后 我是选择了 选择了 南投了 有一些同学 就选择了 台北 因为台北 那个时候 开了44个区 那 44个区 我也有报名嘛 那后来 我跟他们讲 我要去南投 所以台北 我就不会去 他们算一算 44个区 那 最后啊 统计了一下 大概 只有43个 43位 会 与率啊 这样相当于 就是百分之百 44个区 有43个人 报名 那是不是 几乎 你只要报名 就会上了 那事实上 结果并不是这样 结果并不是这样 虽然有缺老师 但是 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录取 这个也是 我们时候才知道的 这个 有机会 我们再开一集 来说说 这个有趣的事情 记得那一年的 教育学院班啊 台北 师大 跟彰化师大 各开一班 所以只有两个班 那 事实上 两个班 有哪些人啊 我们 打听后 都蛮清楚的 那 各县市 开几个缺 我们也蛮清楚的 所以啊 那个时候 要去哪里考试啊 事实上 真的是 大家绞尽脑汁 然后还分析哦 分析你的实力 然后 因为我成绩好 他们也避开我 那 相对的 他们避开我 那我去考的 这个 这个南投 南投线啊 应考的人数 就相对减少了 那我率取率 当然也会提高了 这个就是 大家想出的 好办法了 那考上之后 当然就是报道了 啊 报道 那 那个时候 我去报道 刚好遇上了 赫国台风 啊 遇上 赫国台风 那 这个 要上 陆谷的 出香桥啊 那时候 竟然断掉了 那个赫国台风 还蛮大 把桥冲断 所以啊 后来只能绕路 绕山路上去 就走这个 竹峰竹林 小半天 这样子 运回来 绕上去 那 在中途啊 我还可能家 有小差状 这个 也蛮 蛮 蛮 意外的 那 当时 南投啊 有三间 学校 可以选择啦 那 你分数 高 就是 第一名 第一名就是我啦 你就可以先选 那我当然 就先选择 这个离 家里 高雄 比较近的 然后呢 路股又有茶叶啊 好山好水啊 所以我就选择了 这个 路股 去报道了 那 当时我记得啊 这个 在南投考试的时候 三个缺 三个人报名 所以 以我们的逻辑 就 大家都一定会录取嘛 然后我们就 三个人 互相恭喜 就说 一定会考上啊 好好的考 最主要就是 争取志愿 那我记得 我的脚案 因为我们在 考试前呢 就会 做一些排练 我们除了这个 彼此之外啊 事实上还有 教学也是 就是试教 那在教案的部分啊 你要设计一个 教案 那 当时题目好像是 篮球吧 这个我们 事实上 我都演练过了 那写教案的时候 他就发给我们一张 试卷词 后来我记得 我前后两页 写不够 我还举手 跟他要了第二张 那个 监考老师 还觉得蛮压抑 就过来 确认啊 跟我看一下 结果他一看 哇 真的写得密密麻麻 你这么厉害 写那么多 后来他又找了 找了一张 事件值让我写 那如果没有记错 记得我的 教案成绩相当高 好像是98分 还是99分 几乎 要拿满分了 就是写得密密麻麻 那 当然啊 只言之有误啊 我们都经过排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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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